高岗 作者 张思权 第21章 高岗在抗美援朝中 20世纪50年代初 在亚洲的东方爆发了一场震惊全人类的历史事件 美国清朝战争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规模最大的带国际性质的现代化战争 解放战争大后方的东北 一下变成抗美战争的前哨 这场战争成为中朝军队 以劣势装备 同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进行的一场殊死决战 中朝人民的胜利 使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上将沮丧的 在停战协议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司令官 他雄辨的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 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吨大炮 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 是一去不复返了 他对于维护朝鲜半岛和亚洲的和平 以及确立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世界格局的地位都有极其重要意义 一 出兵前加强东北边防 1950年6月25日 朝鲜内战爆发 南北朝鲜的分裂 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美军和苏军在朝鲜以北纬38度线为界 分别接受日本军投降后苏美瓜分的疑患 朝鲜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获得解放 苏美两军以三八线为界 受降地域分别南北驻扎军队 按苏美协议 两国驻朝军队于1948年底前全部撤出 苏军按规定时间撤出 美军撤出时留下一个军事顾问团 继续武装里程晚 制造摩擦 挑起事端 发生冲突 1947年10月 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 组织一个委员会 负责在48年3月底前 主持朝鲜全境选举 由选举的政府管理这个国家 当时 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 企图制造出自己控制的魁伟政府 美国的要求 遭到苏联的反对 于是 48年8月 南朝鲜在美国的把持下 单独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 选举了曾在美国居住多年的李承晚为总统 北朝鲜人民不得不采取对策 在9月通过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并任命今日成为内阁首相 从此 朝鲜半岛建立了两个政权 实行两种社会制度 三八线自然成了分界线 南北双方矛盾日渐加深 两个政府之间 军队与军队之间摩擦日益尖锐化 美国还向南朝鲜提供6000万美元军事援助 并移交南朝鲜 一座价值1亿1000万美元的日军武器库 足够装备5万人的地面部队 美帝为意志共产主义扩张 同苏联对峙 要达到这一目的 就要找一个缓冲国家 它发动清朝战争 就是要在美苏之间找一个缓冲国家 共产党中国太大 一时拿不下来 朝鲜是最好不过的中间地带 1950年3月 金日成逆访苏联 向斯大林说 人民军有足够力量统一朝鲜半岛 斯表示赞成 5月中旬 金日成来华向毛泽东通报了他访苏联时 斯大林同意他统一朝鲜半岛的意见 毛泽东认为这是个大问题 所以紧急约见苏助华大使罗申 让他与斯大林联系金日成的说法 斯回殿证实有此事 毛泽东对金日成说 我们不是敌人的参谋长 要多设想可能发生的情况 为准备应付万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鸭鲁江边部署军力 如果美国出兵不越过三八线 我军不过鸭鲁江 美国越过三八线 我们考虑以志愿军名义出兵参战 金日成对人民军统一朝鲜半岛 信心十足地说 中国没有出兵的必要 朝鲜战争纯属内战性质 实事求是的说 大规模战争 在斯大林支持下 现由北朝鲜发起的 朝鲜内战爆发的第三天 即6月27日 美国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 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远东的空 海军进驻南朝鲜 立即配合李承晚军队作战 这些清朝行径 为吓倒北朝鲜人民 英勇的北朝鲜人民军奋起反击 作战非常顺利 李承晚的军队不堪一击 于6月28日攻克汉城 李承晚带着奥地利吉洋太太 弃汉城逃过汉江 李伟军由原来十万人 过江只剩三 四万人 到8月初 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 朝近90%以上的土地和92% 以上人民将伟军赶到 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釜山地区 取得暂时胜利 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委员会上发表讲话 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进行充分的准备 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挑衅 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 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 这些对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民族反侵略战争 以极大的鼓舞 南朝鲜李承晚被打得焦头烂额 招架不住了 其军队残部 在美军的支持下 收缩到洛东江三角洲 继续拼死顽抗 并向蒋介石提出出兵朝鲜的要求 在朝鲜人民军继续向敌进攻的形势下 7月初 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的操纵下 通过决议 要求各会国 给予南朝鲜政府必须帮助 广为抽集清朝军队 并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 任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 兼驻日本盟军总司令 迈克阿瑟 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并派美军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部队 进入台湾海峡 插足于中国领土台湾 以阻止中共进攻台湾 对我东南沿海构成威胁 给中国施加压力 迈克阿瑟向美国政府提出 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 建议台湾出一个军支援南朝鲜 随后连续几次向台湾提出积极准备出兵朝鲜 蒋介石对韩战爆发高兴得不得了 此前 我军已做了解放台湾的部署 蒋介石也做了最坏的准备 打算到菲律宾避难 现在又神气起来 他认为 韩战发生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韩战演成俄美大战 南北朝鲜自然统一 国民党趁朝鲜战争机会可能由鸭绿江 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 竹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 决定加强金门及台湾的战备 派52军3.3万人到朝鲜参战 当即电告李承晚和麦克阿瑟 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 于8月下旬 清朝空军悍然侵犯我国东北领空 不时轰炸扫射安东 金丹东 吉安等城镇 农村 高岗对朝鲜战争很关注 忧心如焚 让秘书每天收听 记录外台有关广播 密切注视战争形势的变化 东北局请示中央军委批准 将驻黑龙江的42军调往鸭绿江沿线 以防突变 在这种紧急情势下 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预防不测指示 认真分析了美国侵略者的图谋 于7月初作出决定 命驻华南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 开往东北和驻黑龙江地区的42军组成 东北边防军 还调炮兵一 二 巴师 和四个高炮团 一个工兵团 边防军共26万人 至8月中旬 全部集结于 鸭绿江边安东 吉安 凤城 通化 辽阳等地待命 必要时准备出国作战 为了加强边防军领导 和保证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中央决定 东北边防军所属部队 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领导 边防一切问题由高岗具体负责解决 任令员15兵团司令员 邓华为1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之后调15兵团政委赖传珠接任政委 令调洪学志 韩先楚为副司令 谢芳为参谋长 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8月4日 高岗将部队部署情况电报毛泽东主席 毛随即 8月5日 以中央军委名义回电 高岗同志 8月4日电锡 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 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 请高岗同志副主则 于8月中旬召集各军事干部开一次会 只是作战的目的意义和战略方向 较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带领出动作战 务实士气旺盛 准备充分 部队的集结部署 由你按情况着定 部队的思想问题必须予以解答 高岗按照电报命令 立即进行贯彻落实 8月9日晚 邓华 洪学志 深夜到达沈阳后 高岗和贺敬年等到大和旅社 去看望接待邓 洪等 商量开会时间等问题 第二天9时 高岗主持召开东北局常委会 邓华参加 研究了开到东北几个军的住房地点 武器装备 军事训练 后勤保障 和思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 其间 高岗派42军军长吴瑞林 到朝鲜勘踏地形 了解情况 8月13日 召开边防军军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 高岗做了动员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 美帝国主义 已经发动了 对东方各民族的武装侵略 美帝国主义 念念不忘侵略中国 霸占亚洲 他企图占领朝鲜 作为进攻东北 华北和进攻中国的跳板 积极武装日本和朝鲜 即南朝鲜 利用日本和朝鲜的人力物力 为美帝侵略计划而作战 他指出 美帝侵占了朝鲜 一定会来进攻我们东北 华北 进攻我们的祖国 等他打下朝鲜 增长了气焰 打到中国来 再消灭他好呢 还是现在争取主动和朝鲜人民一起 在国外消灭敌人 保卫自己好呢 在国外消灭敌人是有利于我们 也有利于我们的朋友 有利于世界人民 反对帝国主义 争取和平民主的事业 为保卫祖国 巩固胜利 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 我们必须主动地 积极地支援朝鲜人民的解放 使朝鲜成立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 朝鲜人民的敌人 就是我们的敌人 朝鲜人民的胜利 就是我们的胜利 支持朝鲜和保卫我们祖国 与保卫世界和平是一致的 因此 这样的战争是正义的 他在报告中 分析了与美军作战的有利条件 和存在的困难 提出作战指导原则 针对一些人害怕原子弹的思想 他说原子弹不可害怕 原子弹不是美帝独有 苏联也有 并分析指出 美帝使用原子弹 不得不有所顾虑 高岗对出动朝鲜的军事准备 以及以志愿军名义 和穿着朝鲜人民军的服装 番号等 均提出了具体要求 他的报告对与会将领鼓舞极大 进一步提高了认识 增强了勇气 接着 肖敬光 肖华 邓华 和贺敬年 也分别讲了话 会议讨论 部署了防御和准备出动的任务 具体研究了作战预案 防御措施 军事训练 武器补充 思想教育 后勤保障等问题 使军事领导明确了 出动作战的意义 和战略方针 及军训任务 同时 在机关 工厂 进行抗美形式教育 批判崇美 宏美思想 增强民族自信 和自尊心 这次会议 是出兵朝鲜 准备与美军 直接作战的 首次动员会 东北军区 在高岗的领导下 全力以赴 保证边防军的需要 一切为了边防 军区仓库有的物资 拿出来下发 没有的 即向军区所属部队调拨 提前准备了过冬的棉衣 棉鞋 棉帽 使边防军装备 又与我军所有部队 8月15日 将出兵部署工作情况 详细报告毛泽东主席 并派萧敬光前往北京汇报 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于8月18日 给高岗回电称 高岗同志 1 8月15日 送来你在边防军干部会议的报告 收到了 这个报告是正确的 2 萧敬光同志 来告有关边防军的各项问题 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3 边防军完成训练 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 可以延长至9月底 请你加紧督促 误在9月3日以前 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从电报中可以看出 毛泽东对高岗是完全信任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从7月中央决定组建边防军到10月初 集中精力和时间抓出兵准备 军训 调度 过江部署 后勤和作战方案 战略方针以及进程 高岗都参与制定和执行 他所提的建议 措施 毛泽东全部同意 并加以解决 他多次代表中央到朝鲜 莫斯科研究 协调参战问题 策划战役 筹措后勤供应物资 和谈判停战 客观地讲 抗美援朝战争中 彭德怀 高岗两个 是决定性的人物 是毛泽东的左右两支拳头 高岗回京 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 毛泽东说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搞动作 你要把守好东北边关 你这个大司令 还要重振雄风吗 又说 我们要准备好出兵朝鲜作战 我对斯大林 金日成都讲过 只要朝鲜人民需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 随时可以入朝作战 和朝鲜人民军同生共死 八月底 高岗将边防部队的情况报告 毛泽东 他在报告中说 现在部队中有些干部 以过去打日本和国民党军队的眼光 看待今天的敌人 对于敌人的技术 炮兵 空军的特点等 没有足够的认识 少数干部对美空军感到棘手 为难 需有专人来研究敌人特点与教育部队 使作战时有把握的消灭敌人 毛泽东在回电中 完全同意高岗的看法和索提建议 并在电报中指出 必须以现代战争观点教育部队 切不可轻视敌人 你的意见是正确的 高岗在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中 亲自抓边防部队的军事训练 和政治思想动员与教育任务 他指示 要采取多用老办法 多想新办法的培训措施 也就是 既用打日 讲的老办法 也要多想对付美军的新方法 宁可背而不用 也不能用而不背 他强调 将传统作战法和现代战争的特点结合起来 要认真学习掌握现代化战争 和诸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知识 千方百计 使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 以消灭今天现代化装备的敌人 朝鲜人民军向南大踏步推进 长驱直下 汉城解放后 继续向南推进 金日成在广播上宣布 战争在八月底前可以结束 将美军赶出朝鲜 完成统一朝鲜的神圣使命 但在人民军长驱直入南下 欢呼胜利的同时 暴露出弱点 后方空虚 战线拉长 挤养困难 高岗对此很担忧 他从外台超收的信息 或知朝鲜战场情况 预感到战局可能逆转 遂及给毛泽东报告 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对朝鲜战场的情况判断后 指出 朝鲜人民军已现有力量 希望在大丘 釜山等地区消灭敌人 已不可能 如不主动转移作战地区 分散敌人 在有力条件下歼灭敌人 而仍在原地 相持日久 消耗增加 如美军增援后势必出击 则可能遭受损失 使战争逆转 影响士气 高岗的分析 预料 引起毛泽东和军委的高度注意 周恩来在中南海巨人堂 召开军委会议 专门讨论了保卫国防等问题 总参作战部里的参谋们 日以继夜地分析各方面的情况 特别对金日成已经宣布 战争在八月结束 完成解放全朝鲜国土 持谨慎的态度 这批刚结束国内战争的参谋们 得知杜鲁门的军事顾问 已到东京策划 美军没有受到大的打击 不相信 美国会轻易认输的 周恩来的军事参谋雷英夫说 不消灭敌人的主力 他是不会罢休的 可能在9月15日仁川登陆 战役的目的是将朝鲜半岛拦腰阶段 8月23日 周恩来带着雷英夫到菊香书屋 向毛泽东简要汇报了作战部参谋们的意见 打开军事地图 详细介绍了朝鲜战场上双方的作战态势 并提出了六个疑点 毛泽东大口吸着香烟 聚精会神的听着 雷英夫介绍完后 毛泽东说 有道理 很重要 据此 毛泽东连续发出三道命令 通知情报部门严密监视朝鲜战场 和美 英 日的动向 通知斯大林和金日成 希望人民军对美军在仁川登陆预作准备 给高岗的命令说 我军第十三兵团加紧作战准备 待机出动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不要什么都认为 美国如何如何 美国人没啥了不起 我们作战部的小参谋 也可以大有作为 这也是对少数犯孔美症的人最好的教育 这实际上是对林彪等孔美症者的批评 9月9日 中央军委决定调准备解放台湾渡海作战的 驻上海的第九兵团开到金浦县 驻西北地区的十九兵团 以防龙海县集结待命 作为入朝作战的第二梯队 没出所料 9月15日 联合国军总司令迈克阿瑟 命令阿尔蒙德少将指挥的陆海空军七万兵力 在三百艘舰艇和五百架飞机的运送和支援下 准确误的在仁川登陆 16日占领仁川 将朝鲜人民军南进的两个军团十个师主力 阻隔三八线南部 人民军打离伪军还凌厉 和美军作战就不轻松了 28日美军占领汉城 继续北范 南宫 北面的人民军和群众后撤 联合国军沃克的第八集团军 在洛东江地区开始发动南北反攻 朝鲜人民军父辈受敌 分隔两端 遭受严重的伤亡 形势急剧恶化 中央军委派柴承文 及柴军武 携武明武官出发到平壤了解情况 柴承文等人路过沈阳时 高岗找去柴承文问中央有何交代 高岗让柴承文看了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 信上说 我看我们要准备出兵了 看来不出兵不行了 必须抓紧准备 不能把朝鲜丢给美帝国主义 保住朝鲜 中国的北大门就多了一道屏障 失掉朝鲜 敌人就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高岗遂给他们派了五辆吉普车和五名司机 送柴承文到平壤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 高岗领导东北局全面做好了出兵准备工作 已经严阵以待 中国军队出国与美军作战 不同国内战争 几十万军队的吃穿和武器弹药都得时间准备妥当 朝鲜战争爆发前后 国内形势也发生变化 敌对势力蠢蠢欲动 全国有四五千干部党员群众被反动势力杀害 毛泽东对出兵挂帅人选伤透了脑筋 他原先考虑林彪对东北和四野部队熟悉 也有虎威 从广州召回林彪在中央军委核心会上提出 由林彪挂帅 他说 你从东北打到长江边 渡江后打到海南岛 你杀出了威风 这回杀到国外去 给美国老一个教训看一看 林彪本着脸未表态 散会后 林彪到毛泽东住处单独谈 他说 我看入朝作战的计划 中央还得认真考虑 我国战争刚结束 经济困难 南方还在剿匪 台湾 西藏还没解放 美国是工业强国 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 一个军有一千五百门火炮 我们一个军 只有五十多门 我不赞成出兵 最好不出兵 毛泽东说 现在敌兵压境 不是我们打不打的问题 是人家逼着我们 非打不可 林彪说 主席 如果中央决心要打 我的身体状况难以胜任 我请求中央另选主帅 他思考议会后说 从作战指挥能力来说 我建议中央推荐高岗同志 挂帅为夷 他年轻力壮 对四野情况熟悉 威望也高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 他俩配合默契 林彪知道 高岗的军事才干 有谋略 有魄力 东北战场 一些大的战役 最先是高岗提出的主意 如避免井西会战 三下江南 夏季攻势 南下锦州 关门打狗等 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 战略家 政治家 他高瞻援主 运筹帅 运筹帽 早已考虑到志愿军和世界工业强国 美帝国主义 打仗后勤工作至关重要 在一定程度上是打后勤 高岗在东北能一声喊到底 党政军民才一把抓 后勤工作首先主要靠东北支援 高岗是最合适的人选 对林彪的意见 未表示态度 之后 毛泽东派周恩来和林彪 再次谈挂帅的事 林说他有病 要去苏联治病 他仍坚持不出兵的主张 他建议金日成和人民军主力 暂退中国东北 等消耗美军的实力后 再伺机反攻 如果要出兵 让高岗挂帅 他年富力强 又有军事才干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回话后 生气地说 真是胆小鬼 林彪得了什么病 孔美政 我听傅连章讲 他身体各器官 什么毛病也没有 为什么要害怕呢 如果选不出合适的人来挂帅 我亲自到朝鲜指挥打仗去 当时不同意出兵的 不止林彪一个人 民主党派也反对出兵 高岗曾到林彪处 有人说毛泽东让高岗去的 说 要你挂帅出兵朝鲜 你不同意 林说 我根本就不主张打这一仗 林彪讲了他不挂帅的情况 并说 我推荐你挂帅 高说主席不会让我挂帅 我只能当个副手 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并说 你若实在不愿担当此任 我估计 主席会让彭总挂帅 情况很明显 美国侵略者执意要用武力吞并北朝鲜 创造一个对抗共产主义的缓冲地区 并向年轻的新中国发起一次挑战 9月下旬 朝鲜形势急剧恶化 美军同理成晚军队共同发动对北朝鲜强大的攻势 占领了汉城后 快速越过三八线 疯狂北范 聂荣贞代总长 通过印度大使馆警告美国 指出 战火烧到中国边界来 中国不会坐视不理 其实 周恩来外长中国 通过朱莫斯科 斯德哥尔摩等领事馆召会 转达了同样的警告 美国政府置之不理 甚至9月30日 提出要今日成首相 无条件投降 今日成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尼智亮 提出中国出兵援助的请求 中朝两国是亲密友邻 朝鲜和东北是一一带水尽灵 现在朝鲜受到侵略 并危及到东北 中国人民和东北人民 当然不能袖手旁观 1950年10月1日 这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 在北京乃至全国 到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 一派和平景象 然而 毛泽东主席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 当面接到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 今日成首相派 朴县永外乡送来的急性 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 直接出动 援助我军作战 这是金日成向斯大林发报 要求苏联和中国军事和物资上援助后 又向毛泽东送来求援急剑 同时 斯大林也来电建议 中国至少派出五 六个师迅速开到三八县附近 以掩护人民军在后方组织后备力量 北京的国庆焰火还在燃放 欢乐的人群还未离开天安门广场 朝鲜形势极为严峻的时刻 中南海一年堂会议厅里灯火通明 毛泽东在紧张的气氛中 开始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 传越斯大林金日成的电报后 他说 这件事一定要管 出兵朝鲜 意味着中美交火 可能导致美国向我们宣战 把战火引向我国 这样 不仅会打乱我们经济恢复和建设计划 能否打得赢 没有绝对把握 他认为出兵比不出兵更为有利 他说 今天大家畅所欲言 百一百出兵到朝鲜与美国人打仗的困难 与会的领导人多数不赞成出兵 讲了很多的困难条件 武官们讲知空至海和武器困难 管财政的陈云讲 财政困难 总参谋长聂荣珍也担心 第二把手刘少奇也担忧出兵危险 除了毛泽东外几乎没一个人赞成出兵 适日夜间 南朝鲜陆军和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 并疯狂向鸭陆江和图门江进犯 朝鲜人民军一步被迫北退 一步隔在南方 首尾南固 战火迅速烧到中朝边境 平壤失线已成定局 朝鲜首脑机关转移到江界附近 鉴于这种严重局势 毛泽东主席于10月2日凌晨二时给高岗 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发出紧急电报 一 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今开会 二 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 随时待命出动 三 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 即行电告 二 支持毛泽东出征委大决策 10月2日午后 高岗匆匆飞抵北京 他早已预料到毛泽东此次紧急照他进京 无疑是研究出兵援朝问题 下午30左右 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高岗 吉代总长聂荣臻等在一年堂开会 研究出兵时间 选定挂帅人等有关问题 聂代总参谋长站在朝鲜军事图前向大家介绍 朝鲜战争近况及各方的军事实力情况 毛泽东一开始拿出一份电报 对高岗说这是今日成来的极电 我们都看了 给你看看 毛泽东说 美国及其帮凶国家军队大批进入南朝鲜 飞机 坦克大量增加 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形势越来越严重 东北解放战争中高岗和今日成有深厚交往 建立了革命友谊 朝鲜人民军的一些高级将领 崔雍健 方虎山 金光侠等 曾担任东北我军的要职 指挥解放战争 朝鲜战争 把他们的命运将又联系到一起 毛泽东提出 我们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里程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 他神情激动地告诉大家说刚得到的情况表明 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 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 而是马上就要出兵 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 我们不能再一而不决 应该做出一个决断 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问题 一是出兵时间 二是谁来挂帅 高岗故意插问挂帅人选 不是以决定林彪吗 毛泽东略显急躁的答复说 挂帅人选 原先考虑派肃育同志 但肃育确实有病 正在青岛休养 前些日子 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 谈到病情很重 我回信 就劝他安心休养吧 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 大批进入南朝鲜 飞机坦克大量增加 形势越来越严重 我们认为 出兵朝鲜 已不是几个军就能解决问题的 可能各个野战军 将来都要参加元朝作战 根据这一变化 政治局几个同志 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 林彪认为 我国战争刚刚结束 各方面都为就绪 强调 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 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 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 一千五百门 而我们一个军只有五十多门 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 而我们海 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 我军入朝作战 既无空军掩护 又无海军支援 他认为在敌我装备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 若贸然出兵 必然是引火烧身 其后果是不堪设想 毛泽东接着说 前些日子 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 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 不出兵 将来会有什么结果 出兵有那些有利条件 对美帝国主义 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可是林彪表示 说他每晚失眠 身体虚弱多病 怕风 怕光 怕生意 哎呀呀 他有这三怕 怎么率兵打仗呢 经过反复思考后 毛泽东考虑到了彭德怀 10月2日 中央领导讨论 援朝志愿军的司令员人选时 毛泽东这样说 出兵朝鲜 已是万分火急 既然林彪说 有并不能去 我的意见 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 他的话音刚落 朱总司令早已憋不住了 他脱口而出 对 还是老彭靠得住 于是 会议做出了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间政委的重要决定 这次会议初步把出兵入朝时间定在10月15日 会议结束时 毛泽东提议以他的名义把会议的决定电告苏联斯大林 对外对美国人也要先礼后兵向他们打个招呼 这件事由周恩来去办 志斯大林的电报说 一 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 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里程晚的军队作战 援助朝鲜同志 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 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 则美国侵略者更为猖獗 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 我们认为 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 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 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 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侵略军 第二 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 就要准备向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 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用其空军轰炸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 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区 周恩来于三日凌晨一时召见印度驻华大使 请印度政府转达中国对美国的警告 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 中国绝不能不管 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他们的话不可信 爱奇逊说 周恩来想用政治讹诈来阻止美军的进攻 我们不必在乎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对中国的一再警告 置若网闻 继续向鸭鲁江边推进 会后 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你明天想办法 派一架飞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 我们明天做些准备工作 四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但是天宫不作美 10月3日 华北地区乌云密布 细雨蒙蒙 飞机不宜起飞 所以直到4日 周恩来安排去接彭德怀的飞机 才飞往西安 10月4日下午四时过五分 彭德怀乘坐的专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 彭德怀随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很快驱车进入中南海的西门 在丰泽园门前停下 随即向后院移年堂走去 周恩来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 并向彭德怀解释说 彭总 会议下午三点就已经开始 没来得及等你 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 随着两人走进了会议厅 走进书记处会议厅坐下 彭德怀看到正面的沙发上 坐着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和刘少奇 朱德 周恩来 任毕时 高岗和两边坐的其他政治局委员 陈云 康生 彭真 董碧武 林博渠 张文天 及李福春等 毛泽东主席对面的沙发 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坤和胡乔木 分别负责警卫和记录工作 分明是一次高级军事会议 与会的同志和彭总一一站起来握手 毛泽东起身 同彭德怀握手说 老彭 辛苦了 你来得正好 我们催你赶快来是很急啊 现在是我们的朝鲜邻居家着火 开会讨论这个事 出兵朝鲜 大家正在发表意见 你老彭也要准备发言的 接着继续主持会议 讨论出兵问题 让大家尽量摆出兵的不利条件 到会的同志都发表自己的意见 大家对出兵抱有疑虑 希望考虑得稳妥一些 他们认为 美国和李伟 已有44万军队在朝鲜 装备也很好 一个是有几百门炮 我们一个是几十门炮 我们国家刚经过战争 南方还在剿匪 通货膨胀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现在急需恢复经济 发展生产 林彪把他对毛泽东谈的意见 又重复一遍 彭德怀认真听大家讲意见 高岗用手捅了一下 坐在他身边的彭德怀 凑过脸巧声说了句老彭 你要有所准备啊 怎么 彭德怀不解其意 高岗向他点点头 颇有深意的一笑 再没说什么 彭德怀是个急性子憋不住 问高岗你是哪天来京的 好几天了 高岗答 中央已决定出兵朝鲜 彭德怀又巧声问道 高岗点了点头 搬起茶杯下了一口茶水 说 十月二日 中央已做决定 而且给斯大林发了电 那为什么还讨论 彭又问 有不同意见吗 再说 这可是个大事 搞不好要出乱子 应该慎重呀 高岗说 你说有不同意见 是哪些人 彭说 绝大多数担心 毛主席也不例外 高说 彭说 谁坚决主张出兵 高说 毛主席 毛泽东见他俩开小会 便笑着对高岗说 我说高岗要 你们不要开小会 我很想听听你的高见 高高的山岗上 站得高旧 看得远吗 顿时 与会领导的目光都转向高岗 高岗原先不主张出兵的 他和林彪的意见相近 但8月下旬以来 敌基入侵东北十多次 9月22日对安东市进行轰炸 还向鸣船扫射 打死船工 与安东一江之隔的新翼州 已炸成废墟 东北是中国工业基地 一旦对工业城市轰炸 那损失就无法估量 他已向中央提出工业设备迁移的设想 现在出兵能不能打赢 他认为要慎重 他说 我们国家已经打了二十多年仗 现在刚刚统一 元气还没有恢复 现在是政权到手 百废戴心 打仗要花钱的 对林彪同志的意见 应该认真考虑 我军装备落后 大多数是缴获日本的三八大概 一旦顶不住 美军打过鸭绿江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高岗的讲话 引起大家的争论 多数倾向高岗的看法 少数位发言也默认 彭德怀听了几个同志发言后 才得知对出兵朝鲜有不同意见 可以说 多数人对出兵有疑虑 当时民主人士也不同意出兵 共同看法是 我国经过长期战争 元气未恢复 财政困难 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未解放 国民党还有100万军队 南方新解放区土匪未肃清 我军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 更无知空置海权 蒋帮叫嚣反攻大陆 大批新解放区 未搞土地改革 政权不巩固 等等 据聂荣臻回忆说 这次会议 大家发言的倾向是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同志对打不打的问题 想了许久 煞费苦心 最后下了决心 实际上 开头中央领导都不主张出兵 连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也不例外 并非林彪 高岗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岚说 我不主张出兵 这么多年战乱后 应该休养生息 不要介入外战 朱总亲自去做通了张岚的思想工作 高岗垮台后 有人说 高岗反对出兵 成了罪状 毛泽东站起来说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但不管怎么说 别人要亡国了 美帝占领朝鲜后 威胁我东北 我们站在旁边看 心里难过呀 如与台湾海峡 构成犄角之势 企图扼杀我们 散会后 高岗从彭德怀身边擦肩而过 扔给一句 要点你的酱哦 这一句激起了彭总的思想波浪 他当晚在下榻的北京饭店 几乎一夜未眠 翻来覆去 搬到地毯上 仍睡不着 第二天下午 毛泽东单独召见彭总 将朝鲜紧急情况谈了后说 在昨天的会上 你没来得及发言 可你都听见了 大家摆了很多困难 当然 我们现在确实存在一些困难 有些困难是很严重的 美国的好战分子 也料定我们有严重困难 不敢参战 料定我们怕他们 不知你老彭是怎么考虑的 彭德怀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说 我拥护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定 又说 过去日本进攻中国时 就是朝鲜半岛为跳板 首先进攻东三省 然后以东三省为阵地 大举向关内进攻 这段历史教训是不能忽视的 毛泽东高兴的说 很好吗 你说的对 打是一定要打的 还是你老朋友战略远见 去年我们渡长江 解放全中国 用了百万大军 就是防备美国出兵 帮助蒋介石 斯大林同志派米高扬来西百坡 建议我们不要打过长江 害怕打过长江 引起美国参战 我们没有听他的 结果赶走了蒋介石 美国也没有参战 不过 美国这口气是咽不下的 我看迟早要同我们交一下手 现在怎么样 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我们还能退避三社吗 当然要打 而且要打胜仗 打出中国人民的威风 他又说 一旦打起仗来 首先要靠东北区支援 接着说 老鹏 依你看 带兵去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这样艰巨的任务 派谁挂帅何事呢 听说 中央不是早已决定 派林雕同志去吗 彭德怀急问 毛泽东几百元派林彪去的过程说了一遍后说 中央几位同志商量的意见 这副重担 还是请你老鹏来挑 不知 你有什么困难 高岗人给彭总的那句话后 彭一有思想准备 毛泽东单独找他谈话的意图他心领神会 当即表示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高兴的说 这我就放心了 5月 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一年堂继续进行 毛泽东首先点彭总发言 彭总言简一概 出兵朝鲜是必要的 有人担心打战会影响建设 这没有什么 打烂了 以后再建设 等于解放战争完 胜利几年 如果美军吞并了朝鲜 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 他要发动战争 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持打不如早打 否则会留下后患 毛泽东说 谁敢横刀立马 为我彭大将军 还是老彭骨头硬 并说 东北局已经做了出兵的一切准备工作 经过审慎 多次和周密的讨论 权衡利弊 基本统一了认识 认定出兵对保卫我国安全 和维护亚洲 乃至世界和平 有着重大意义 党中央 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 毛泽东说 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 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 不管有多大困难 也要立刻出兵 会议决定 任命彭德怀 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毛泽东说 德怀同志 我谢谢你 中国人民谢谢你 你是临危寿命哟 有你去 我们就放心了 高岗参与这一慎重讨论 和伟大决策 坚决拥护 并全力贯彻之行 高岗对彭德怀挂帅出兵朝鲜很敬佩 散会时 高岗挨彭总而行 在南海盼上高岗说 看你还不服老呀 老将出征 横刀立马 一举成功 会后 毛泽东和彭德怀 高岗一起研究入朝作战方案 遂留下彭 高级周恩来 共进晚餐 饭后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 现在朝鲜情况已十分危急 我们必须马上出兵 否则将一物战机 你和高岗同志 八日先到沈阳 召开东北边防军高干会议 迅速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督促部队立即做好入朝准备 关于部队入朝时间 给你十天准备 初步预定到十月十五日 关于部队更换武器装备 和空军支援问题 恩来同志将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 尽快解决 关于入朝的物资供应 毛泽东当面指示 高岗应首先依靠东北地区的供应 然后全国都要支援 彭总提出要配个副手 毛泽东随口答应 由你挑 之后 彭征求高岗的意见 高推荐邓华担任第一副司令 并说他很有谋略 是一员猛将 十月六日上午 彭德怀 高岗又参加了 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 会议就志愿军入朝方案 更换武器装备 后勤供应办法 和抽调彭德怀指挥所干部等问题 进行讨论 高岗在策划出兵方面 和后勤工作提出了许多卓有间谍的意见 被军委采纳 十月七日吃过早饭后 彭德怀和高岗一起到中南海毛泽东处 详细研究志愿军出国的第一步作战方案 和后勤供应问题 毛泽东说 彭德怀的指挥所要保证安全 可设在鸭绿江北岸 彭德怀主张必须过江指挥 高岗说 志愿军后勤工作已做好准备 十月八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以特级店的形式正式发布命令 彭高赫、邓洪谢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 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 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 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 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十八师 上述各部需立即准备完毕 待命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间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 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 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间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毛泽东亲自欢送鹏高去东北 他握着鹏总的手说 鹏大将军 宝刀不老啊 我祝你骑开得胜 马到成功 又握着高岗的手说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志愿军的一切后勤保障 就交给你了 高岗同志 同一天 毛泽东还亲自起草 发给中国驻朝鲜大使尼智亮转今日成的特级电报 根据目前形势 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 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间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 及其他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 由东北军区司令员间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 请你集派朴一宇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 另外高岗两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内作战的诸相有关问题 彭高二同志由北京去沈阳 当晚黄昏时 朴一宇到沈阳和高 彭会晤 向高 彭介绍了朝鲜形势恶化情况 同日 彭德怀 高岗及彭德怀指挥所负责人陈浦 参谋徐母炕 龚杰 和秘书张仰吾 翻译毛岸英一行 乘飞机直飞沈阳 他们从北京飞到沈阳下飞机后 高岗笑着对彭总说 彭司令员 走马上任了 到我家给你白酒宴 接接风啊 我这个刚下命令的司令员 现在还是一个光杆司令 我还得跟你高主席要人脸 彭说 高岗笑着说 你先别忙 大将军临危不乱 举重若轻 我看免了吧 我现在是火烧屁股 坐都坐不住 哪有心思喝酒 彭德怀摇头道 你这就不对了 饭还是要吃的嘛 走吧 高岗说着 把彭德怀腰进了轿车内 开向市区 车内 彭德怀问高岗 总后说调给一批运输车 还有十辆炮兵牵引车 现在运到没有 哦 还有西南局邓小平支援的两千名司机 和十辆卡车 到了到了 高岗答道 中央只是我们东北军区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供应 我已找李俱奎 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 开了会 该布置的都布置了 中组部为东后机关调派了两千名干部 其中大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同志 光是处 科级以上的干部就有二百多名 现在都已被分到各个部门 也有的被派往后勤分部和新增设的五个兵站 老兄啊 毛主席让我有什么困难找你解决 你可不要嫌我彭德怀老向你伸手要 彭德怀笑道 你放心 中央的决定我一定照办 高岗笑着说 我哪敢怠慢你老鹏 你是有商方保健的吗 你莫开玩笑 军情如火 我真是坐不住呀 我看 这顿酒还是免了吧 那可不行 我要不管你彭大将军的饭 有一天毛主席会怪罪到我头上的 你放心 你电报里说的几件事 我都安排了 至私 筹备人选已经陆续报到 这两天 你就可以跟他们分别谈话 交代任务 先头部队至少需要两个月的粮食 和十个技术的弹药 彭总依然不放心 还有部队需要的冬装 也该立即发起 你老鹏真实的急劈钱 高岗说 让你放心你就放心 粮食 弹药和被俘都已前运 我还让后勤部 东北军区的张明远副部长 成立了后勤前职 到时随你的部队一起行动 昨天李俊逵报告我 他正在扩建一百个后方医院 抓紧配备药物和医疗器材 好好 不过 我还得说 要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 只派专人负责 这个更没问题 李俊逵都想到了 昨天他还说 已经动员组织了一支数万人的运输队和单价队 李俊逵是你的老部下 请你放心 车子开到高岗家门前停下 彭德怀说 请你答应我一条 我只吃肉 不喝酒 你莫要劝我 我喝了酒药物事 今天晚上还要见朝鲜来的同志 菜上来的数量不多 但很精致 彭说 你给我吃这些好东西 我怕是要先甜后苦了 到了朝鲜 你能保证我不饿肚子 我就给你烧高香了 嗨嗨 我想起有人建议 志愿军出国的干粮 应该多搞些炒面 这东西便于携带 不怕粮干 也不会坏 要防备到了朝鲜 没办法生火做饭 飞机到处轰炸 你说的对 这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主要食粮 我明天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 把这个事也做个安排 高岗说 明天的会是你主讲啊 彭德怀说 你对十三兵团熟 东北军区是领导机关 你可要好好给大家鼓鼓劲 高岗说 你多讲讲嘛 你是志愿军司令员间政委 你该唱主角吗 彭说 你不要推啊 这是毛主席交代的 以高岗为主 以我为辅 对志愿军的军以上干部 进行作战动员 你不要让我唱读缴戏 主席说 你对四野的干部很熟 有威信 那好吗 高岗高声说 明天的会我先讲 你再讲 高岗说 看来出兵是对 彭总挂帅 我们一定会胜利 从闪干宁边区保卫战到现在已经几年了 那时 人家天上有空军 地上有机械化 我们就是步枪 加几十发子弹 人家的十几万人 我们才两万五千人 打垮了胡宗南的美械装备的二 三十万军队 陕北群众基础 创造苏区藻 原来抗战时期 靠留守部队 保安部队 顶住了胡宗南几十万军队 粉碎了三次反共高潮 彭总说 和美军作战不能和国内相比 后勤一半还要靠你呀 你不要给我戴高帽 我再有本事 也不能让战士饿着肚皮 用木棍打呀 高用彭总常说的一句话说 没得说 全力以赴 下午 彭 高首先召见了原东北边防军司令员邓华等 接着召集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李富春 贺敬年 张秀山等开会 高岗传达了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决定后 彭德怀说 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高司令员也参加了 中央已下了最大决心 尽快出兵援朝 关于后勤供应问题 东北军区已做了充分的准备 中央决定 东北地区要全力以赴 支援志愿军作战 希望东北局和军区的领导同志 要认真研究部署 各项保障工作 务必落到实处 这是保障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关键问题 会议决定 第二天召开参战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 九日上午 干部动员会在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高岗 彭德怀和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敬年 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 政委赖传珠 第一副司令员洪学志 副司令员韩仙楚 参谋长谢芳 政治部主任杜平 以及十三兵团所属的各军军长 政委和部分师长等 高岗主持会 邓华首先宣读了中共军委和毛主席 关于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定 和关于志愿军的组成 以及对彭总任命的命令 接着高岗讲话 他首先介绍了 中央对出兵朝鲜问题讨论决定的情况 其次讲了 中央委托他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供应 及准备工作等问题 他说 中央做了决定 我们就要坚决执行 中央决定 东北局负责志愿军的物资供应 那我这个东北主席 也表个态 当好志愿军的总后勤 第三 他讲了彭总寿命的情况 最后还给十三兵团的同志 提了要求 要求大家服从彭总的领导 老彭敢挑这副担子可不容易 他的本事 你们大家都知道 毛主席都称他彭大将军吗 高岗拔连转向彭总 请彭总讲话 彭总根据党中央 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 在会上详细阐述了目前的形势 和我们出兵参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当日上午 彭 高根据会上各部队领导提出的问题 联名致点毛泽东 提出 我军出动作战时 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配合 何时能出动 并由何人指挥 判素事 同日 毛泽东起草 以周恩来名义 给驻朝鲜大使尼智亮和高岗的电报说 中央已委托高岗同志 负责处理一切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问题 伺候关于此类事务 均向高岗同志直接接洽 由高岗同志答复 坦克学校和军官学校的问题请高处理 高岗和邓华是老熟人 性格 志向相同 散会后在私下交换看法 认为中央军委决定先出两个军少了些 不放心 他俩同洪学制交换看法 洪有同感 高邓洪虽向彭总讲了他们的看法 彭说中央军委的决定 有什么不放心 高邓洪讲了他们的意见 先出两个军少了些 联合国军在朝鲜已达四十多万 其中美军三个军十二万 拥有飞机一千多架 军舰三百艘 掌握至空至海权 我军出两个军十二万人 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先出两个军少了 行不成优势 是否考虑四个军一起过疆 美空军已在鸭绿江地区侦察 扫射 轰炸 发现我军在江边集结而示威 一旦把江桥炸断 而部队隔在江这边 过江的不义集中优势兵力 就失去战机 有必要考虑改变原决定 四个军三个炮兵师 全部过江 高岗说 十三兵团全部出动 边境顿时空虚 没有部队掩护后方 前方攻应无法保障 至少集掉一个军来保护后方 并随时准备增援前方 彭总听后在位说话 当晚没有睡觉 反复考虑觉得高邓宏的意见有道理 第二天 林离开沈阳时向毛泽东主席拍发集电 意见改变原决定 申诉上述官典 并请中央调临近的六十六军 石柱天津和宋士轮兵团 石柱南方 提前到东北边境 1950年10月10日凌晨 沈阳火车站的月台上早早亮起了灯光 一辆专列停在靠月台最近的轨道上 此时 月台上正匆匆来往着许多身着朝鲜军装的解放军官兵 这些人大多数是即将组成的志愿军指挥机关的干部 他们正在专列附近清理人员和各种物资 这时候 几辆吉普车余冠开上月台 在专列的附近停下 从第一辆车上走下的彭德怀 一下车就得到报告 所有人员 装备 器材和车辆 均已上了火车 他转身像从另一辆吉普车上走下来的高岗笑着说 那我得要感谢你哦 高岗同志 一切为了前线 高岗点头说有人出人 有误出误 那好 上车 立即出发 彭德怀下令之后 他和前来送行的高岗 李富春 贺敬年等一一握手告别 登上了列车 列车向安东方向开动了 彭德怀在车窗口 向送行的同志挥手告别 大声对高岗说 大军未动 粮草先行 试院军的后勤供应 可就靠你了 高老板 高岗笑着向他招手 其实 联合国军和李承晚部队十几万人分 多路越过三八线 向中朝边境疯狂推进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命迈克阿瑟 即使中国军队介入 也要完成统一朝鲜的使命 十一日 毛泽东给彭 高的电报说 十月九日十日 各电军西 一 同意四个军 及三个炮兵师 全部出动 集结于你们所预定的位置 待机兼敌 二 以电华东调一个高射炮团 于十四 从上海开动 赴沈阳转赴前线 请高注意接转 三 其他各项令赴 唯空军暂无法出动 高邓宏对战略部署的调整意见非常重要 对取得一二三战役胜利 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彭到达安东后 就增加过江部队 并前往德川 与今日城面商有关问题 向毛泽东连发两份寝室电文 据诗者回忆 在中国出兵的命令发出 彭高急赴东北指挥部队入朝参战的时候 苏联接到中国出兵的命令后 通过大使馆渠道给周恩来派来电报称 苏联方面没有做好准备 空军暂不能出动 周恩来急到封泽园 告知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感到震惊 说 苏联不出空军 我们丧失制空权 困难太大了 周恩来说 是不是他们没准备好 毛泽东说 我看不像 没准备好 那我们也没准备好 许多部队连东装都没有发下去 武器装备也有待更换 暂不出洞 不过是个托词 看起来 四大林是想让我们单独对美军作战 以避风险 周恩来说 那我们可要慎重用 毛泽东说 苏联迟不说早不说 但等我们将命令一下他们说 让我们说出去了 无法收回 周恩来说 苏联是想让我们打 他们不想出头 可是 如果没有空军 我们是不是有把握 毛泽东很吸着烟 思考一阵后说 这件事要重新考虑 恐怕要劳 你去莫斯科一趟了 随即和政治局同志研究决定 暂缓出兵 遂派周恩来 林彪去莫斯科 向斯大林当面阐述中国的困难 没有空军配合 我们也暂缓出兵 9月15日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 中苏两党原先商定 中国负责地面作战 苏联负责空中支援作战 中共中央做出支援朝鲜的决定 并随时电告斯大林 以使苏联出空军做好准备 苏联并未提出异议 中国的出兵命令一发出 并开始行动了 他们已没有做好准备为托词 暂缓出动空军 斯大林怕苏联空军支援朝鲜 与美军作战 把战火引向欧洲 而不愿出空军 想叫中国单独出兵 更重要的是 担心一旦中国被打败了 就把苏联卷进去了 就会有苏美直接对抗的危险 甚至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格局 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1949年 1949年不让我们打过长江 1950年苏联对我们压力很大 即出兵朝鲜 中央做出暂缓出兵的决定 立即给彭高发出急电 停止部队行动 通知彭高一起回京开会 10月12日晚8时 彭格怀 高岗接到毛泽东的急电 1 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 13兵团各部仍就地进行训练 不要出动 2 请高岗 德怀二同志明日来京一谈 同日殿告饶 数十 陈 一 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 东北各部队仍就原地进行整训 暂不出动 送十轮兵团 一原地整训 干部中及民主人士中 亦不要进行新的解释 高鹏看到毛泽东的不要出动的电报 感到突然 忧心忡忡 迷惑不解 13日早饭后 高岗 彭格怀 集成专机 由沈阳飞敌北京 下午 毛泽东再次在中南海一年堂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就出不出兵问题反复讨论 彭德怀和高岗汇报情况 俩人都是义无反顾的报信子 他们认为 命令已经下达 并传达下去 主张 还是出兵有力 彭 高认为 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支援 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 参战利益极大 不参战损失极大 被鸭绿江一战 打伪军是有把握的 高岗考虑到东北安全 坚决主张出兵 聂荣真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左思右想了很久 对于打还是不打四肢再三 表现了伟大的政治家 军事家的非凡气魄 在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甚至多数反对 在这种形势下 他深思良久 最后下了决心 没有苏联空军支援 仍按原定计划出兵朝鲜 他说 我们已经向美国发出警告 已经短兵相接 狭路相逢 敌人在鸭绿江边张牙舞爪 而我们表现得无能为力 软弱可欺 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嚣张 对各方都不利 首先对东北更不利 十四日 毛泽东给在莫斯科的周恩来 发了火急电报 高岗 彭德怀同志 均认为打伪军有把握 他俩和我一样 都认为参战为必须和有利 应当参战 必须参战 参战利益极大 不参战损失极大 高本日反沈阳 积极布置各参战准备事宜 彭赞刘金等四拟的回电 当苏联赞不出空军 邓华从安东给高鹏来电报说 十三兵团高炮少 装备一两月保障 装备一两月保障不了 可推迟出动 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不信邪 美国把朝鲜打掉了 中苏起步 唇亡齿寒吗 你苏联不打 我们打 你苏联有武器 你怕美英 说你援助我们 我们买你的武器 打起来与你没关系 据说 原约定名为买武器 实为中国出兵 苏联出武器 后来中苏关系善变 赫鲁晓夫翻脸逼债 妄图以此压服中国 周恩来 林彪飞往莫斯科 一同会见斯大林 斯对林彪很赏识 四十年代苏联卫国战争中 林彪出的一些点子 被斯大林采纳 但是 斯大林以先机制人法 首先说 我们已经知道 中国下令出兵朝鲜 任命彭德怀同志做统帅 听说这个彭德怀作战勇敢 仗打得不错 周恩来说 是的 仗打得不错 周在斯大林面前 说话有点胆怯 他用委婉的口气说 毛泽东同志 一再嘱咐我们向您 汇报一下我们的困难情况 那就是 我们的空军 目前刚刚组建 飞行员也正在培训 还不能投入战斗 因此 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决定 没有空军投入 我们暂缓出兵 林彪接着说 美军出师无名 是不义之战 不过我们不对 目前的装备情况 和美军作战 我估计 至少要集中五倍 甚至六倍于敌的力量 才能取得胜利 他们在克里姆林宫 向斯大林陈述了中国装备 武器 空军等困难后 斯大林不答应出空军 且极不高兴地说 一边作战 装备可以逐步补充 停了一会儿说 那么 我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金日成 让他在东北建王政府 周恩来看到 斯大林不空出军的主意已定 在位力争 只好表示 我们将您的建议 向中央汇报 他们没有说服斯大林 林彪本来就不大同意出兵 不会力争苏联空军支援的 斯大林的反悔变卦 正合他意 斯大林觉得 中国内战打胜了 但装备差 能不能打败美军 输出空军 一旦打不胜 形成苏美直接作战的可能 斯大林又一次表现出 怀疑中国人民的力量 周恩来连夜起草电文 准备向中共中央汇报 会见斯大林的情况 正好派人送往中国驻苏使馆时 收到了中共中央发来的出兵电报 周恩来收到电报 及时告诉斯大林 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做出决定 立即出兵朝鲜 斯大林听后连说 还是中国同志好 还是中国同志好 并激动地流了眼泪 他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人 了解了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与高岗 彭德怀进一步研究了志愿军出国时间 渡江方案以及东北对志愿军后方供应保障问题 由于苏联不出空军支援 高岗建议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 14日晨 由于天气不好 飞机飞行有困难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高岗先乘火车离京返回沈阳 立即召集志愿军 东北军区和东北局负责人开会 传达政治局的最后决定 准备召开参战部队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 当天 毛泽东与彭德怀在北京又研究了志愿军的出兵和作战方案 当时 一切已经较顺利地进行了 思想动员再层层深入 物资调配齐备 15日 毛泽东发电给高岗的电报说 高岗同志 并邓洪涵 先处 解 1 我人民志愿军决定于10月18日至19日开始渡江前进 粮食等项则应立即前运 物言为要 2 彭德怀同志 本日或明日法安东 同日 彭德怀乘飞机自北京飞回沈阳 今日成特派外向朴献勇 前来会见彭德怀 彭说 我们中央最后决定 预定10月19日开始部队分批渡江 我同高岗今天要赴安东去布置十三兵团渡江计划 就在这天 高鹏又收到毛泽东电报 称 我军先头军最好能于17日出动 23日到德川地区 休息一天 25日开始助攻市置敌先机 第二军可于18日出动 其余可在尔后陆续出动 十天内外渡江完毕 请着定 凉弹是否已开始渡江运输 请高电告 16日上午 志愿军在安东召开了十以上干部动员大会 彭 高传达了中央决定和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务 根据朝鲜战场情况 地形及我军装备和没有空军掩护的形势下 按毛泽东指示 确定了第一时期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 先组织防御 然后配合朝鲜人民军相机实行反攻 同时确定十三兵团四个军一起渡江 集结于江界 云山等地区部署 编映出 中国人民大军入朝誓词 部队层层召开动员大会 进行纪律教育 战事不带冒灰 凶章 干部者朝鲜人民军服装 没有任何中国军队的标记 参加宣誓大会 第二天下午 彭德怀与高岗城飞机返回沈阳 进一步安排志愿军出国作战器材 被俘和医院等保障工作 十七日下午五时 接到毛泽东 令他俩于十八日乘飞机火速回京 并说对出兵时间 以待周十八日自莫斯科回京 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夷 十八日清晨 彭德怀与高岗城飞机返回北京 当面向毛泽东 汇报了渡江部队的准备情况 在当天的中央会上 周恩来和彭德怀 高岗汇报了苏联谈判 和出兵朝鲜作战的准备情况 毛泽东最后决断 我们不认有天大的困难 志愿军渡江元朝不能再变 时问再也不能推迟 仍按原计划渡江 随即 彭德怀奉毛泽东的指示 以毛泽东的名义 给邓 红 韩 解极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敬年 发出渡江特级绝密电令 命令19日开始渡江 规定每日黄昏开始 一晨四时停止 五时以前隐蔽完毕 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 再行斟酌情况于 由高岗德怀面告 10月19日清晨 彭德怀 高岗 由北京坐火车到沈阳后 转乘飞机 直接飞到安东 召开13兵团党委会 传达了中央关于出兵朝鲜的决定 对渡江做最后部署 四个军和三个炮尸 在当天黄昏时分 彭德怀 高岗 乘坐吉普车 到江边指挥渡江先头部队 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 从长殿河口 吉安 丹东 分三路雄啾啾 气毛毛的大举跨过鸭绿江 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途 三 奔走北京 莫斯科 朝鲜 就在美军攻占平壤的同一天 10月19日的傍晚 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路跨过鸭绿江 悄悄开赴朝鲜前线 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小速夜行 因道路狭窄 朝鲜军队和群众后撤 道路堵塞 行径很慢 朝鲜一位军官问志愿军联络员 你们是不是中国军队 是的 你们有飞机吗 没有 有大炮吗 不多 该军官听后摇头说 没有飞机大炮 要打美国鬼子 不行了 苏联人也不相信 劣势装备的中国军队和美军抗衡 他们问了志愿军的装备情况后 直摇头 美军占领平壤后 迈克阿瑟坐上飞机视察朝鲜 扬言朝鲜问题就算解决了 战争就算结束了 10月23日 毛泽东致电高岗同志并告鹏 邓 66军先投尸到安东后 请令其前进控制新一州铁山线 如敌 来攻则阻击之 巩固该线于我手中 该军主力位于安东 在该军位于鹏 邓沟通电台通讯以前 请你给予指挥 该军立即编入志愿军序列 请你用志愿军的各种办法指挥他们 当66军到安东后 26日 高岗集指挥开制铁山 车年馆 皮县地区集结 阻击每24师 因27旅的进犯 24日 毛泽东又电告鹏 高 邓 今日情报 伟军六师向楚山镇方向进攻 伟八师经临边到西川向江界进攻 伟一师已到宁边四将向泰川归城进攻 请你们注意 右敌深入山地 然后围歼之 敌人 至今还不知道我情况 此时 迈克阿瑟向杜鲁门报告断言 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指挥官感冒这样的风险 还说 到感恩节 正规抵抗在整个南北朝鲜就会停止 我希望到圣诞节 能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 当敌人发现 中国军队入朝后 仍认为是象征性讹诈 不可能把大量兵力投入 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 迈克阿瑟强烈主张轰炸满洲 毛泽东队出战 第一战役极为重视 仅10月份发给彭高电报30多份 有时一天发6 7份 高岗和彭总根据毛泽东的电令指示 通过电报对第一战役进行全面策划 从10月25日至11月5日 我军投入硝烟弥漫 一片火海的第一战役 殲灭敌人1.5万余人 将敌人赶到青川以南 我军齐开得胜 给敌人当头一棒 粉碎了敌人企图于感恩节前 占领整个朝鲜 打到鸭绿江边印马的计划 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迈克阿瑟五星上将公然叫嚣的鸭绿江 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11月24日公开宣布联合国军已开始发动总攻 在圣诞节打到鸭绿江边印马 联军旗插到江边 班师凯旋结束朝鲜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 是解放军第一次出国作战 情况复杂多变 斗争艰难曲折 遇到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 这和国内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比较 对后勤供应和运输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尤其是我军第一次出国打现代化的战争 中朝两国军队风俗习惯 指挥作战技术互不了解 人地两生 加上语言不通等等 使后勤供应遇到很多问题 志愿军出动出 各条供应点已储备了一个月的粮食 和几个基数的弹药 但被敌机轰炸损失很大 在国内战争 粮食可以就地筹措 缴获弹药可用 在一国打仗后勤都得从国内提供 连人民军挤养也得东北提供 敌人败退后 飞机将一切物资反复轰炸殆尽 加之两国军队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 互相抢盗 后撤群众又多 对行径带来诸多困难 一物战机 在11月13日致思 召开党委会 总结第一战役工作 38军军长梁兴初 39军军长吴姓全 40军军长温玉成 42军军长吴瑞林和66军政委 王子峰等参加 邓华做第一战役总结 讲到38军时 彭总插话立声说 你良心出胆大包天 老子让你往西川打 11月1日 你为什么不插下去 你怎么搞的 一群熊包 梁说 彭总 你骂我可以 你不能这样说38句 你听我解释 当时勿将尾巴尸 当成美国黑人团 没敢下令去打 彭更加气愤地说 还解释什么 还算什么主力 什么虎将 我看是暑将 一个黑人团就把你吓住了 老子什么不能说 你看娘的临战切证 我身为志愿军司令援监 政治委员 有权惩罚违反军令的人 你良心出打不好 我就是要骂你的娘 我彭德怀打不好 你可以骂我的娘 你延误战机 暗律当斩 我没有别的本事 斩马素的本事 还是有的 之后 彭总问邓华 良心出怎么样 邓说 梁是一员猛将 彭对良心出 还有怀疑 高岗到朝鲜 彭又问高岗良心出 到底怎么样 高说 良绝对没问题 是一个猛将 还很有谋略 攻四平 打锦州 战天津 士元虎将 在第二战役中 三十八军猛插 美军后车的要道 战绩辉煌 缴获坦克 汽车净千辆 彭总 亲手起草加奖令 并称三十八军万岁 这在我军历史上第一次 说明彭总 严批中奖 赏罚分明 在第二战役中 为了解决中朝两国军队统一指挥和后勤攻击的问题 毛泽东派高岗于1950年11月23日从沈阳到朝鲜大渔动志愿军司令部参与第二战役策划 部署还详细了解前线的后勤供应问题 并与金日成首相和彭总商量中朝两军的配合作战指挥问题 当天傍晚 高岗代警卫和秘书乘坐用树枝伪装的吉普车从安东出发 驶过鸭绿江大桥 进入战火封烟 炮声隆隆的朝鲜境内 敌机不断凌空而过 前线炮声轰鸣震耳 随行的三辆小车在崎岖坑洼的盘山公路上前仰后颠 走走停停 遭到敌机俯冲扫射 机关炮打的路边尘土飞扬 高岗双眼闪着愤怒的目光 催促司机开快点 他到志愿军司令部 彭总说 高主席 你来了 高岗说 彭总 我首先代表东北人民 向您致敬 向志愿军将士慰问 你这个老高 向我致敬什么 向志愿军慰问我收下 彭总盘问 路上遇到危险没有 高岗说 遭到几次敌机扫射 美国老瞎眼睛 他老子命大 高岗习惯了战争的紧张生活 向来办事说话直来直去 下车衣食 边喝水 边抽烟 边谈工作 他说 彭总 你这边有什么要求 尽管交代 前方靠你 后方靠我 最后决定 出兵是咱俩立主的 抗美援朝战争 把咱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搞不好 谁也向毛主席交不了账 彭德怀说 你先喝水 歇歇再谈 你来得正好 有很多事 亟待解决 高岗说 没事 边喝 边谈嘛 彭德怀说 目前最大的困难 就是没有制空权 敌人占空中优势 对我们到处轰炸 我军白天行动很困难 只有在夜战近战 迂回穿插包围 敌人很害怕 我们这种战法 他站起来 指着军用地图 向高岗介绍敌我态势 和第二战役兵力部署 说 敌人很凶狠 怕他个屁 他落座后说 我就怕我们的后勤 供应中断 几十万军队摆在国外 武器弹药 吃的穿的 还有兵员补充 和伤病员转移等 主要靠你后勤工作 不能有任何中断 他接着说 朝鲜战争对手 是美帝国主义 打的是现代化战争 物资消耗量相当大 和国内战争不能相比哦 一次二十分钟的炮火准备 就要用去弹药两千吨 老个啊 后勤供应中断 你说这个仗我怎么打 中朝两国军队 又不能统一指挥 常委抢道路 争物资等 有时互相打起来 放跑了敌人 高岗认真听取彭总的讲述 并记笔记 他说 后勤供应主要靠铁路 公路 我们没有制空权 吃了大亏 前段 有个汽车团被炸掉几十台 全团才一百多台汽车吗 还有个火车站被炸 损失八十多个车皮 运输困难不小啊 彭总是爆脾气 提高了嗓文说 你高主席困难 红学志没困难 我们不困难 这仗怎么打 反正后勤供应 你得给我保障好 红学志管后勤 你和他具体研究 高岗说 那你得给我保住 鸭路江大桥 这好办 这个要求不高 我给你家派两个高炮团 一个工兵团 由你直接指挥 坚决保住 鸭路江大桥畅通 彭总说 那我就敢打保票 后勤供应绝不中断 高岗说 一言为定 彭总叫警卫员拿酒来 两人各端一茶缸酒 彭总说 我代表志愿军全体将士 感谢全国人民的支持 也感谢你高主席的支持 高岗说 我代表东北人民 祝愿志愿军全体将士 也祝愿你彭大将军 横刀立马 取得更大胜利 俩人碰酒 刚 干 同时一饮而尽 两人在就餐中 相互谈了朝鲜战场 统一指挥和国内情况 高岗说 毛主席讲 志愿军打败美军 靠的是一股气 美军刚多气少 第二天 高 彭和金日成 及苏驻朝鲜大使举行会谈 就作战部署 任务 后勤供应 中朝军队统一指挥 朝鲜人民军和机关 到东北的训练安置 伤员治疗等进行商谈 基本达成共识 入朝初期 部队的汽车被炸毁最惨 宋十轮兵团过疆 后勤供应十分困难 该兵团三个军 减员四万多人 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冻伤的 如二世军伤亡一万零七百人 冻伤一万一千人 高岗知道 苏联正在满洲里 有一批汽车 正要运往大连苏军基地 所以提出借用 在大鱼洞 高岗 彭德怀当即联名店告 周恩来 电文 前线汽车被炸毁 翻车者已六百多台 送兵团已过疆 供应甚为困难 部队经常断吹 由满洲里运往大连之苏方汽车一千台 无论如何 请设法借用 带中国从苏联购买的汽车 到达中国及时顶环 周恩来收到电报后 即请示毛泽东同意 随即向斯大林发报 要求紧急借用 将要运往大连的汽车五百台 带中国订购苏联的三千台汽车中顶环 斯大林完全同意 碎吊出498台汽车 作为中国订购的汽车 提前交给中国急用 开赴朝鲜战场 解决了燃眉之急 高岗这次复朝的第二天下午 四架敌机在大鱼洞上空转了几圈 轰炸了两次 打坏了坡上的变电锁 高 彭彭今日诚 在洞里专题研究了 中朝联合指挥部成立 和领导人选及防空问题 进一步研究第二战役实施方案 高岗动升回国时 特意向洪学致讲 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要注意彭总的安全 不能有他的强皮性 恰在高岗回国的一日十点左右 敌机轰炸大鱼洞 彭德怀被司令部人员强行拉进洞时 他的住所被炸毁 作战参谋室被一股汽油弹烧掉 毛岸英 高锐心牺牲 在第二 三战役期间 不仅物资供应紧迫 补充兵员成了更紧急的任务 11月30日 毛泽东电令 请高岗同志 加速对新兵的征集训练工作 争取于12月中旬 有几万人捕入部队 12月13日 毛泽东的电报说 明年1月中旬 补充一批新兵极为重要 请高加紧准备 请高鹏考虑 是否有必要和可能 从前线各军 抽派干部至沈阳 加强管训新兵的工作 高岗根据毛泽东的电视 及时的部署 新兵征集和训练工作 按时如数输送前线 保证了二 三战役的胜利 自志愿军踏上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战场 东北区成为总后勤基地 高岗担负其保障后勤供应的重任 他既是前线的后方指挥 又是后方前线的指挥 在整个战争期间 东北局和军区 不仅负责志愿军的总后勤工作 还负有重要的领导 和战役的策划和指挥责任 志愿军司令部 和彭总的大量电文 直报中央军委 东司或毛主席并高岗同志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发的文件 多是东北军区 志愿军司令部或彭 高 高 彭 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政务院 对后勤工作 给予大力支持和特殊职权 军委副主席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在志高岗等人的信中说 对于东北全部支援部队的工作 我们已想见极其繁重 只要东北提出要求 我们愿全力以赴 帮助你们解决困难 凡为东北决定者 我们定做你们后盾 并支持你们贯彻下去 有些事情职权属于中央 但你们便宜行事 只要通知一声 当由中央追认 为了行动迅速 还为高岗配架专机使用 后来国外不少资料说 韩战中高岗 是中共中央代表或监军 高岗从朝鲜回国 及时向毛主席报告了会议情况 他回国的第二天 即25日 志愿军发起第二战役 到12月初 歼敌3.6万多人 收复平壤和三八县 以北广大地区 扭转了朝鲜战局 迫使联合国军转入首势 全世界瞩目 聂总说 志愿军震惊世界的第二次战役 美国称之是 美国军事史上的黑暗时代 连联合国军头子也不得不承认 志愿军是第一流的军队 统帅是第一流的军事家 美国出版的《用兵之道》中 把志愿军第二战役 列入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16个重大战役之一 1950年12月3日晚上 高岗协同由朝鲜到达沈阳的金日成 一起来北京会见毛泽东 就两国军队联合指挥问题进行商量 金日成同志代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 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 也向毛泽东本人表示感谢 在场的周恩来对金日成说 关于中朝两国军队如何协调统一指挥的问题 德怀同志几次来电询问 我看这个问题应该尽快解决好 是啊 一个战场应该统一将领 这样有利于作战 高岗赞同道 上次我到朝鲜 听彭德怀同志说 由于中朝军队只会不统一 时常发生误会 甚至自己和自己打起来 有一次 39军奉命在博川东南 围剑每24师一步 而人民军坦克师 向39军轰击 结果却让被围的美军逃脱了 毛泽东接着说 这个问题要立即解决 自相残杀 虽然是误会 也等于是犯罪 应该建立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部 金日成点头道 是的 根据上次大鱼洞会议 双方议定成立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的意见决定 彭德怀同志任联合司令部的司令员兼政委 邓华任副司令 金雄任副司令员 朴一宇为副政委 此后联合司令部的命令 由鹏 金 普三人签署 统一战场指挥 高岗 还根据他在前线了解的情况 建议铁路运输和抢修与战争关系密切 也应该归联合司令部指挥 他还强调要加强东西海岸的防御 毛泽东说 对 应该加强东西海岸的防御 高岗补充道 特别是将来战线拉长以后 应该有备无患 随时反击敌人的登陆作战 那好 毛泽东转向高岗询问 由新安到满谱两点到平壤的两条铁路 是否已在抢修 正在抢修 高岗答 前一段火车发生顶牛的情况 南下的弹药物资和北运的伤员堵在隧道里 谁也过不去 我已命东后 东北军区后勤部 派德力干部去疏通 毛泽东说 要限期尽快解决 保证铁路运输 周恩来说 我与高岗同志商量 准备在东北召开一个铁路运输会议 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一定要保障好铁路畅通 建一条乍不毁的钢铁运输线 毛泽东断然道 只要运输问题解决好了 我们要人有人 要粮有粮 他杜鲁门愿意打多久 我们就奉陪多久 毛泽东主席 金日成激动地说 中国方面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 我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2月28日 毛泽东给鹏 高德电报指出 打过三八线的重要性 对帝国主义给以新的一击 加重其悲观失望情绪 12月31日 趁敌过元旦之机 我军在200公里的宽大正面 全线发起攻击 美军累败 已对我发出 退缩到二线 把伪军推在一线 伪军已被我军打怕 不堪一击 拼命逃路 我军已攻势凌厉 突破临京江 汉城被攻克 北京 平壤和东北大城市群众集会 庆祝汉城解放 1951年1月中旬的一天 在北京中满海菊香书屋 同往常一样 毛泽东等人 正在处理与朝鲜战争有关的事务 总参谋长聂荣珍报告说 最近收到志愿军党委打来的报告 准备开一个中朝联军高级干部会议 以总结经验 同意思想 他们希望有中央 东北局的同志出席 并请朝中双方主要负责人出席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说 可以吗 让高岗同志去参加 他既可代表东北局 又可代表中央方面吗 第三战役打下来后 汉城解放 美军被碾到三七线 对志愿军的力量 做了重新估计 因为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 他不愿 也无力再向朝鲜 投入更多的兵力 担心再打下去 不仅可能失败 而且有可能被赶出朝鲜半岛 为避免彻底失败 美军放风停火谈判 不再扩大战争 企图把朝鲜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况 彭德怀 高岗认为 这时停火谈判 形势对我方有利 既可占一些地方 也可少牺牲同志 高岗是积极主持停火谈判的 因为朝鲜战争对东北在人力 物力方面的压力最大 他认为两手准备 一边叛谈 一手准备打 彭氏前线的统帅 将情况和意见向中央做了反应 毛泽东不想谈 他考虑到敌人和谈没有诚意 是缓兵之计 一代增兵修整 同时 毛想争取更大的胜利 把美军撵出朝鲜 达到朝鲜统一 没有答应美国的呼吁 苏联驻朝鲜大使指责彭德怀 哪有打了胜仗 却不追击敌人呢 哪有这样的司令 要志愿军成胜 将敌人赶出朝鲜 可彭知道我军的情况 也深知敌人的主力没歼灭 美军还有二十多万部队 李其威刚上台 要显身手的 我军只能边防御 边撤退 待休整后再战 毛泽东将彭德怀意见 转报斯大林 斯回殿认为 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 说彭以那样劣势装备 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 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 他批评了苏联大使拉佐瓦耶夫 不准他再乱发言 随后调回国 从此司对中国拭目相看 开始支持 1月25日 经过充分准备的中朝军队高干联系会议 在君子李志愿军总部的大矿洞里召开 高岗代表党中央和东北局出席了会议 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矿洞 有好几层 最下面是个大广场 可以坐进千人 但是桌椅板凳哪儿去搞呀 开高干会 也没有什么做的 有的座位是两块石头中间 搭块木板 会场没有布置彩旗和标语 显得简朴 环境整洁 气氛素木 在狄基布什轰炸的爆炸声中 大矿洞里120多人紧张热烈的开会 在热烈的掌声中 大会一致通过了斯大林元帅和毛泽东主席为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 通过了金日成 金主凤 朴献永 金雄 朴一羽 彭德怀 高港 邓华 宋世伦九位同志组成的大会主席团 参加会议的还有志愿军各部 各军的主要负责人 朝鲜人民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 陈庚 解放军四兵团司令 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着重总结第三战役胜利经验 研究第四战役准备 当天上午 金主凤向大会致开幕词 彭德怀向大会做了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 邓华做了作战的初步经验的报告 下午至第二天 朴献永 邓华 杜平 谢芳 韩仙楚 洪学志 先后专题发言 27日分六个组讨论 28日至29日上午 金日成 高岗讲了话 宋十轮 九兵团司令 方虎山 人民军第五军团长 和刘海清 张峰等 介绍了作战经验 下午 彭总做大会总结 突出指出 在第三战役中 后勤和正攻领导人员的作用 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和东北局 报告了国内外的形势 赞扬第三战役 取得伟大胜利 提出第四战役的要求后表示说 我是一个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人员 因为住在后方 对前方的情况不了解 关于战争准备问题 忠心是把前方需要的物资运上来 历史上有好多部队 由于供应不上 而遭受挫败 为此 东北局已拿出六个委员 东北人民政府 拿出四个部长 专门做好后勤工作 以保证供应 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保障前线需要 必须加紧抢修铁路 必须赶修机场 必须从各方面 以各种办法 与敌人的空军作斗争 必须增加汽车部队 改善管理 提高运输能力 按实际需要配备大车 手推车 弥补火车 汽车不足 必须加强后勤部门 他特别强调 要抓紧抢修铁路和机场 要加强运输计划性 他说 抗美援朝战争 把我军后勤工作 推向新的阶段 后勤工作 发生了深刻变化 后勤工作 要适应这一新的重大变化 和现代化战争的要求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 会上虽然有些激烈争论 在中朝两国领导人的领导下 总结和交流了经验 统一了认识 明确了政策 增强了斗志 此时 美第八级团军司令 被车撞死 有资料说 被朝鲜人民击毙 美陆军副参谋长 李其威任 第八级团军司令 他野心勃勃 纠集二十多万军队 对我军发起报复性进攻 所以 中朝高干会 同时成了研究部署 第四战役的动员会议 高岗就策划第四战役 讲了很有见地的意见 共同研究了作战方案 第三战役 取得伟大胜利 打过三七线 攻克李伟首辅汉城 并越过汉江 原先高干会打算部队修整一段 总结经验 以利在战 因为部队减员大 不少战士脚手动肿 个别有冻死的 后勤供应线拉长 有时炒面也吃不到 敌人也看到我军的困难 为挽回损失 加之银磊内部失败情绪增长 英国 法国对美国失掉了信心情况下 于是又孤注一掷 李其威吸取了沃克失败的教训 学了我们的经验 集中优势兵力 把伪军交美军指挥 纠集二十五万军队 实行什么磁性战术 在二百公里的防御正面 对我军发起攻击 中朝领导正在开会中 敌人发起反攻 我军被迫发起还击 这次战役发起很勉强 高岗 彭总都对后果比较担心 他们俩的意见 向毛泽东主席报告 指出 此战役带有更大的勉强性 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 朝鲜战争是立体战 在空中 地面 海上 和前方后方 同时交叉进行 战场范围广 进展节奏快 我军现代化武器水平低 人力物力消耗量大得很 敌人凭借现代化优势 趁我军的困难 陆地坦克攻 空中飞机炸 我军白天很难出动 多在夜间作战 敌机不分昼夜 集中轰炸我方的道路 桥梁等交通设施已断供应线 构成不分前方后方都是战场 后方机关不仅要指挥防空 铁路 工兵等联合作战 而且要抢运物资 保障前线的军需 运送兵员 商员 例如 仅坑到照明灯游 一个军 一个月就得十万斤 致使第四战役 本来先天不足 当时十九兵团还未到 又勉强应战 后勤供应和部队 没怎修整等 军险极为困难 高岗回国后 即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 详细汇报了 中朝高干会 和第四战役部署情况 请求快速增加第二帝队等问题 中央决定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 遂令第三兵团 三个军 二十兵团 两个军 和四十七军 即即将入朝的十九兵团 三个军 共九个军二十七个师 入朝参战 还令装甲兵 三个高炮师 令二十二个营 战防炮两个师 火箭炮九个团 榴弹炮三个团 加速陆续入朝作战 中央还决定 改装再朝部队 和将要入朝部队的轻武器 第一步先改装三十六个师 有些武器装备是购买苏联的 高岗为贯彻中央的决定 针对前线三怕 即怕没粮吃 怕没子弹打 怕伤兵抬不下来 等战场的实际情况 他废寝忘食 使出浑身解数 昼夜工作 从东北局 军区和政府抽调金弹力量 出动指挥后方战场 组织2000台汽车 9000辆大车 人力车 罗马6万多头 不分白天黑夜 抢运冰员和军用物资 1.5万吨 其中 炮弹7000吨 炸药124吨 为抢救伤员 东北安排93家医院 接收伤病员治疗 建立多处前线血库 将鲜血及时送往前线急救用 高岗对抢救和献血 专做指示 进行思想动员 号召为保家卫国做贡献 同时 他们指挥接转前线伤病员 和朝鲜难民到东北医治 安置以及人民军在东北培训 保证了第四战役 和第五战役曲的胜利 破敌再次提出停火谈判的呼吁 在第四 五战役中 前方后方都打得异常激烈 根本没有前方后方之分 每尾军飞机增至2000架 前方后方到处轰炸 集中大批飞机 专炸我后方供应线 鸭路江边 吉安等大桥被炸 一大批军用物资 压在鸭路江边和铁路线上 运不到前线 运出去的也只能保留二分之一 东北局集中精力和物力 也难保障前线需用 吉的高岗昼夜不宁 他向中央汇报说 现在美国全面轰炸 就是在打后方战争 这场战争的规模 不仅决定前方战争的胜负 也决定后方战争的成败 现在战争是立体战 在一定程度是打后勤 我们只要打好后方战争 才能取得前方战争的胜利 他建议派空军 通讯军 铁道军和工兵一起出动 诸多兵多军种联合作战 他还提出加强前线后勤领导工作 只靠东后派去前线的指挥所 根本不能适应 由于第四战役被迫发起 朝鲜战场整个冰天雪地 军用物资耗量很大 比如上甘岭战役持续40天中 在3.7平方公里的弹丸地方 敌投入兵力6万多人 火炮300门 坦克170多辆 飞机3000多架次 打炮190多万发 投掷炸弹5000多颗 机米深地层变须 我军坚持阵地 运到物16000多吨 石消耗11000吨 其中弹药一项5000多吨 每天120吨 上甘岭电影 较真实地反映了那场战争的盛烈 在朝鲜战争中 部队冻死 饿死人不少 加上战死 减员巨增 进攻十连台单架人都找不到 在朝鲜战争第四战役中是 志愿军处于最困难时期 加之美帝妄图挽回前几次战役的败局 发动全方位的报复性反击 造成志愿军物资 地对前运受到极大阻碍 高岗尽管千方百计 决策 筹划 指挥 调运 东北的库存挖空 保障不了前线的需要 特别是1951年春 供应异常困难 中央有关部门互相扯皮 都强调困难 有人还幸灾乐祸 彭总前线给高岗发脾气 高岗也有牢骚 彭总和高岗对第四战役担心是有道理的 原打算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左右 相机歼灭敌人有声力量 边谈判 边准备 待后勤充裕 地对到位 谈判不成 再大动作 毛泽东要志愿军针锋相对 全方位回击 美帝报复反击 可是中央有关部门互相扯皮 物资 地对不能暗示到位 战场出现力不从心的局面 一八凝湿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朝鲜战场 我军背负的大头 彭总在前线火烧屁股 坐不住了 二月下旬 从至私出发上京求援 彭总禁止闯入毛主席正在午睡的访问 汇报前线情况和面临的困难 毛听后说 能速则速胜 不能速胜则缓胜 不要急于求成 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在中南海巨人堂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三总部 各军兵种和政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听取彭总汇报前线和后勤告急情况 研究讨论 期待解决志愿军面临的诸多困难问题 在讨论如何解决具体困难问题时 各部门都强调各自的困难 这也办不到 那也不好办 好像无能为力 彭德怀听着 听着火星爆发 忽而站起来 当着周恩来的面拍桌子吼道 你们这也困难 那也困难 难道我身在异国他乡就不困难 几十万志愿军处在冰天雪地就不困难 就你们爱国 志愿军提上脑袋 同美军作战 就不爱国吗 你们去前线看看 志愿军吃的什么 穿的什么 住的什么 没有弹药 没有疾痒 没有制空权 志愿军天天在大量流血 牺牲 他们为谁牺牲 你们就这么扯皮 才造成志愿军不必要的大量伤亡 你们这是犯罪 你们再这样扯来扯去踢皮球 不赶快解决志愿军的困难 这仗我就没法打了 你们谁有本事 谁去试试 彭总大发一通脾气 搞得周恩来很难堪 使会亦不花而散 三月初 彭德怀从北京回到沈阳 和高岗商量后 支援等急需解决的有关问题 彭德怀大发脾气 使周恩来受到刺激 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会议对加强志愿军一线兵力和后勤问题 做出了多项重要决定 随后毛泽东决定派总后勤部长杨立三 副部长张令兵 空军司令刘亚楼 炮兵司令陈锡连等 一同到朝鲜了解情况后 回到沈阳和高岗一起研究出方案 向中央做了汇报 之后 中央军委和东北局 在沈阳召开志愿军第一次后勤会议 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率带总参谋长聂荣珍 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炮兵司令员陈锡连 军委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吕正操等同志 专程从北京到沈阳参加会议 邓华正在沈阳治病也参加会议 高岗在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 突出强调现代战争 前方后方一样极端重要 不分前方后方都是战场 这次会议在总结前几次战役后勤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指出后勤必须以新的指导思想 新的供应方法 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 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了中朝铁路运输联合司令部 贺敬年任司令员 前线后勤司令部 洪学志任司令 加强了铁路运输和后勤保障指挥 在第五次战役中 我军防空设施加强 部队增多 每天消耗550吨物资 一切都要靠后方供应 仍有的部队等物资运到才能出击 为解决制空问题 高岗亲自抓空军司令部组建 并于51年3月15日在安东成立 高岗 彭德怀一致提名刘震任司令员 刘亚楼给刘震谈话说 你这次工作变动 是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 和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点的将 是经毛主席批准了的 高岗对空军司令部组建非常积极 亲自选掉空司工作人员 经过短期训练 学员在苏联空军带领下进行实习演练 很快投入朝鲜作战 打得很顽强 击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打掉了美国空军二战中的英雄戴维斯 轰动了世界 灭了美国的威风 长了我军的士气 苏联空军在高度保密下 参加了空中支援作战 朝战爆发后 美机多次轰炸中苏接壤边界 恰好 就在中国出兵命令下达的10月8日 美机轰炸了苏联的苏哈亚列卡空军基地 实际是有意试探苏联的反应或是警告 斯大林感到自身难保 并考虑到中苏原来协定承诺 中国一家出兵朝鲜 已经打得如火如荼 出师得胜 对苏联触动很大 斯大林才下令苏军第64防空集团军军长 带一个团队 30多架飞机 在及其机密下 偷偷飞抵安东机场 苏空军到中国 一切均以中国空军面孔出现 诸如飞机危机 换成八一标记 飞行员着中国空军服装 不准飞行员到美军控制区和海上作战 禁止飞行员和中国人一起拍照 苏空军出到安东浪头机场 主要演习训练年轻的中国空军 成立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时 高岗出席会议 请苏空军军长罗伯夫参加 而被他谢绝 不敢参加 之后 苏空军参加了朝鲜空战 并发挥了极大作用 原空军司令王海在《我的战斗生涯》一书中说 没有苏联空军的大力支持 中国人民空军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快 志愿军空军也很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 苏空军参战 美国是知道的 但不吭声 严守着秘密 白宫一高级官员曾谈到朝鲜空战时说 美国必须保守这个秘密 当时一旦泄露出去 美国就会受到巨大压力 美国就要向俄国发动一场战争 第四战役结束后 美方又放风停火谈判 高岗凭他同国民党战争的经验 认为谈判是以实力为后盾 敌人不会轻易认输的 只有他的主力受到消灭 才会有谈判的基础 否则没有和谈条件 他说 敌人在第四战役中取得一些进展 向北推进一些地方 以为我们怕他 美帝现在还扬言要轰炸东北 要蒋帮参战 我们已做好一切准备 他要打多久就打多久 我们同他打到底 直至他认输为止 今年要补充几十万军队 有的新入朝部队是苏式装备 实行轮番作战 后勤已做好准备 部队要抢修好铁路 公路 桥梁 机场 保证前方供应 到1951年6月 经过五次战役后 中朝联军歼敌23万人 其中 美军12万 打击了美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 转为战略防御 朝鲜战场上 形成了双方战略对峙状态 敌人再怎么发动攻势 也无济于事 战线都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美陆军副参谋长魏德迈说 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 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 兵力上也发生了变化 敌人由44万增至69万 我方兵力达近百万人 人民军近40万 志愿军16个军共 48个师 7个炮兵师 4个高炮师 9个工兵团 3个铁道师 还有两个直属团和机关部队和公安部队 美军深恐朝中部队再次越过三八线向南推进 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 先后两次向苏表示 希望苏联能从中斡旋 帮助 然后谈判议和 关于这一点 斯大林向我方做了详细的解释和建议 此时中朝军人与敌伪军是1.6比1 以战优势 弹飞机 大炮 坦克 远不及敌人 斯大林也想让美军拖在朝鲜 减轻欧洲的压力 分散敌人的力量 6月初 中央电告斯大林派高岗到莫斯科 听取斯大林对停战问题方面的意见 斯大林同意 金日成首相正好来到北京 毛泽东 周恩来 高岗和金日成一起研究朝鲜战局 并研究关于朝鲜停战问题 取得斯大林 高岗同金日成前往苏联 共同协商朝鲜停战等问题 并向苏方表明 中朝双方对停战的意见和态度 6月中旬 他们和施哲 乘坐苏联派来的飞机 秘密到达莫斯科 斯大林立即接见了金日成 高岗 并听取了朝鲜战场实际情况和对形势的分析 斯大林赞同对形势的分析 并致电毛泽东 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金 高 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共同研究分析了形势 议定停战谈判的条件 斯大林是谈判行家 对谈判策略方面提出宝贵建议和意见 他所提问的有些细节 应经高答不出来 当面做了善意的批评 金日成 高岗自感尴尬 在谈判中 高 经要求苏联援助朝鲜28个师 装备以及战斗机等 这是高岗第二次到莫斯科 同斯大林谈判 他虚心接受了斯大林的批评和建议 受到了很大教育 提高了国际政治斗争艺术 高岗和驻苏大使张文天 多次商谈停战问题 他住在莫斯科城内 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 这是沙皇时代 为著名女歌唱家 建造的豪华舒适的住宅 十月革命胜利后 成为苏共的高级宾馆 高岗第一次去莫斯科 就住在这里 由张文天陪同 看望了正在苏联疗养的林彪 七月初 毛泽东致电高鹏 应在准备谈判和谈判期间 用极大努力 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和弹药的补充 请高岗同志将后方应运人员和武器弹药等 尽快这十天内外运入北朝鲜境内 我第一线各军 必须准备对付 在谈判前及谈判内 敌军可能对我军来一次大的反击 在后方 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 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 我军大举反攻 将其打退 四 军功张有他的一半 自从毛泽东主席 十月八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 以东北行政区 为总后方基地的命令发出后 东北军区布置了三条兵站供应线 第一条长殿河口 新仓 北镇一线 第二条为吉安 别河里 五平里一线 第三条为临江 周波 长津一线 物资储备 则由前线至国内 做纵身梯队准备 志愿军入朝后 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 动员十万民工 跟随军队参加战情工作 东北地区 从上到下层曾设立之前机构 专人负责 11月9日 毛泽东发出要修几条 不止一条 宽大公路达德川 宁边 孟山区域 这是极其重要的战略任务 后面各路军需修好修宽 请抓紧办理 请高 和用一切可能方法 保证东西两线凉弹被俘 保障防寒 知供应的电令 12月21日 毛泽东电令 增加汽车 速运棉鞋 大一 棉一 备坦 极为必要 请高岗同志设法解决 为了认真落实毛泽东的电令精神 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 进一步加强志愿军的运输力量 和后勤机构 吊铁道兵 第一师入朝 加紧抢修满谱到西川的铁路 另增加一个后勤分布和一条供应线 并对已有的三个分布三条供应线调整加强 到第二战役发起之前 入朝的后勤工作人员增到六万多人 东北军区后勤部前方指挥所到战区 实地指导保证供应 高岗还决定劳动 物资分配原则 先国家后地方 先前方后一班 为提高之前人员素质 举办大批技术培训班 增强防空 运输技术 在前两次战役中 东北军区曾用了很大力量 组织物资前运 可是由于敌机疯狂轰炸 昼夜封锁 破坏我军后方供应线 使志愿军口粮和副食 难以及时得到保证 11月15日 在大鱼洞附近 敌机一次炸毁30多辆运输汽车 即使食品有了保证 部队白天也不能生火做饭 因为敌机随时都可能来搜寻目标 哪怕发现 哪里一缕吹烟也不肯放过 加之战士紧张 战士们日夜追击敌人 常常来不及做饭 所以 朝面一时 变成了志愿军的主要野战口粮 在我吴志空的情况下 敌机超低搜索 钻山沟 高压线底飞过 1000多架飞机 大步用于破坏我后方供应线 东北军区后勤部 根据智思的建议 向总后勤部提出了以炒面为主 制备熟食 着粮提高供给标准的建议 并将炒面样品送到志愿军来征求意见 炒面 适用70%的小麦 30%的大豆 高粮或玉米等原料 经炒熟 墨碎 加0.5%的食盐 混合制成的一种 易于运输 储存和食用的方便食品 彭总看了样品很高兴 像冬后发了电报 送来干粮样子 墨成面放点也好 炒食要先洗一下 要大量钱送 为了满足前方紧急需要 东北人民政府 11月12日专门发出 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 确定沈阳市党 正 军各系统 各单位每日炒面任务 最低为13.8万斤 20天内 总计炒面数量276万斤 二次战役打响后 送往前线的炒面 也有405万斤 12月18日 东北局又专门召开炒面煮肉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东北地区党 正 军机关的负责人 各市市长 和一部分省政府负责人 会议又研究部署了 在一个月 制作650万斤炒面 和52万斤熟肉的任务 东北所有机关干部 职工都动手制作炒面 炒豆子 制饼干 做面包 做鞋袜 尽管东北处于战云密布 气氛紧张的军事战备状态 东北局和沈阳一些单位 准备要一往黑龙江 仍全力为支援前线处理 高岗亲自制作食品 和督促物资运往前线 他差不多每天问情况 发指示 由于需要量大 部队每人每月按三分之一供应 急需1482万斤 东北地区 即使尽最大努力 也只能解决1000万斤 所以 其余部分 只好由关内其他地区帮助解决 东北地区的党 郑 军 明 立即行动起来 迅速掀起了一个男女老少气动员 家家户户忙炒面的热潮 北京周恩来总理等中央党 郑 军领导人 也在繁忙的工作中 抽出时间 亲自同北京市一些单位的机关干部 和人民群众一起炒炒面 消息传到前线 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打仗时 大家随身背着一条炒面口袋 饥饿时抓一把炒面塞在嘴里 再吃上几口血 就可以坚持战斗 炒面伴随着战士们浴血奋战 打了许多胜仗 战士们感激炒面解决了大困难 甚至喊着为炒面立功的口号 1950年12月23日 彭总给后方高岗发报 因敌机破坏 昼夜军不宜生火做饭 夜间行军作战 所有部队对东北送来前方之炒面 颇为感谢 请今后再送以黄豆 大米加盐制的炒面 炒面一保存 不怕冻 随便携带 但炒面这东西 营养成分过于简单 彭德怀再一次致私会议说 我也听到反应 说打过三八线 血水半炒面 还有的战士说 毛主席关于志愿军的生活 给高岗打电话 让多给志愿军送点好面 可高岗在电话里没听清 把好面听成了炒面 所以咱们就天天吃炒面 看来高岗是替我背了黑锅了 后来炒面里补充了牛肉 干菜 辣椒等 增加了营养成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每天给战士吃一颗鸡蛋 但鸡蛋不好运输 冬后采取制作蛋粉运送前方 1951年8月中旬开始 美国借朝鲜40多年罕见的大洪灾 道路 桥梁毁坏 运输几乎全部瘫痪之机 节外生枝 蓄意破坏谈判 叫嚣什么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以他们的空军优势 趁洪灾之机 采取所谓钢铁战术发动空中封锁战役 对我方的交通运输线和军事设施进行狂轰烂炸 实施所谓绞杀战 阻止我军物资 积仰和兵源运输 对铁路 公路 桥梁和车辆等肆意烂炸 给我军积仰造成极大危害 由于战线的推进 拉长 兵力增到百万人 其中 朝鲜人民军的军用物资也要从东北运去 前方供应特别紧张 朝鲜战场从开始 敌机由普遍轰炸 转向专炸回我运输线 仓库 设施 危害最大 后方供应的物资只有60至70%的到前线 敌人参战的飞机由上千架增到两千架 绞杀战中平均每天30至60多架次敌机 不分昼夜出动 轮番轰炸 加上洪水成灾 交通大不毁坏 51年4月间 一次敌机向我三登库区投掷燃烧弹 一下就烧毁了84节火车皮物资 其中有升熟时237万斤 豆油33万斤 单一40万零84套 交鞋19万双 还有大量其他物资 损失惨重 出兵时配的汽车 差不多损失完了 高岗即是派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人前去查处 并了解前方物资保管 运送和供应情况 为了粉碎敌人绞杀战的战略计划 东北军区专门召开后勤会议 高岗指示 加紧抢修铁路 机场 要加强对敌人空军做斗争 铁路公路线 安排一万多人公安部队站岗放防空哨 敌机一来就打信号弹 汽车躲藏起来 铁路线增加高炮部队 坚决粉碎敌人的绞杀战计划 东北后勤部门根据高岗的指示 依靠发动群众和后方各兵种的艰苦卓绝工作 组织大批工兵和群众到前方抢修公路 机场 铁路 他们采取集中兵力 保证重点的办法 加宽公路 蛇尾行车 有些道路夜间修 白天炸 反复几十次 甚至几百次 增修公路多到通行 增加人推车便于躲进路旁山沟 稍邻里 重新调整了防空部署 决定出我航空兵协助苏军航空部队 当时苏空军两个师 保护平壤等主要交通线 和保护安州地区机场修建任务外 并加强了铁路线的高炮部队 东北军区将防空部队的四个高炮团 和六个高炮营调去参加反绞杀战 王海 张机会等英雄 就是反绞杀战中涌现出来的 为了加强铁路线上反绞杀战的领导 中朝联合运输司令部 负责指挥朝鲜境内的铁路运输线上的防空 抢修 抢运工作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增开渠道 新增六个分部 实行分区供应 建立运输 抢修 防空三位一体联合作战的战略 东北军区还从国内组织运去花生 黄豆 蛋粉 新鲜蔬菜和动物肝脏等营养食品 解决部队战事营养不良问题 采取上述措施 经过日夜抢修铁路 机场和抢运工作 前后方建立了一条乍不烂 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 保证了物资源源不断的供应 满足了部队反击战争需要 消除了前线怕没饭吃 没衣穿 没子弹打的担忧 中朝军队 经过枪炮辩论 歼敌16.8万人 机商击落敌机4500架 使美国的空中封锁战役 绞杀战 撕裂行动的战略被粉碎 美军不得不又回到谈判桌上来 我军在战略上取得重大胜利 连美国第八级团军司令范弗里特 也不得不承认 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 尽了一切力量 企图阻止共产党的供应 然而 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 把兵源 物资运到前线 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美军司令李其威 也不得不承认 其实施空中封锁战役 并没能够阻止住敌军 只我军 运输其进入阵地防御所需的补给品 也没有能够阻止住敌人 将部队运往北朝鲜 美国空军在战后发表的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一书中说 对铁路线 进行历时十个月的全面空中封锁 并没有将共军挫伤到 足以迫使其接受联合国方面的停战条件的地步 被俘的美军少将师长狄安说 征服中国 根本没有希望的工作 没有希望的任务 没有希望的目的 1952年1月 美帝发动的绞杀战失败后 公然违背国际功法 对我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敌人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 秘密不洒带细菌的昆虫 及鼠雀等一类小动物 经查验这些昆虫和小动物身上 燃有鼠疫杆菌 霍乱杆菌 利己杆菌 和脑膜炎等十多种病菌 敌人将这些病菌 通过人工培植 附在苍蝇、蚊子、跳蚤、蚂蚁、蜘蛛、蜀、兔、鸟身上 或附在树叶、棉花、食品、宣传品等物上 制成细菌弹 用飞机投掷不洒 或有火炮发射不洒 以污染水源、交通要道与居民集中点 危害除军人、居民外 还有家畜、家禽以及农作物 1月28日至3月31日 美军每天不洒13次之多 共不洒800多次 为了揭露和战胜敌人的细菌战 3月13日 沈阳市率先举行16万人参加集会游行示威 愤怒抗议美帝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不洒细菌的滔天罪行 引起全国各界和全世界的关注 东北地区在高岗领导下 发动了大规模的反细菌战斗 除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性防疫卫生运动 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扑灭 保护人、处和农作物安全外 组织红十字会和专家进行调查 向全世界揭露和控诉美帝的滔天罪行 东北举办了美帝细菌战罪行的实物和图片展览 进一步激起人们对美帝的仇恨 有关资料记载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据不完全统计 战争结束时 中方投入的兵力为130余万人 十道朝鲜的志愿军大大超过此数 有的资料说180万人次 还有朝鲜人民军的三 40万人大步到东北轮训 休整的往返 还有大批战情民工部队运送 返回和物资供应都得经过东北 后勤运输供应任务之间距 可想而知 朝鲜战场实际成了弱大的练兵场 志愿军在与美军作战中得到很大锻炼 提高了干部作战指挥水平 培养了一批新的军事人才 从战争开始到停战 由东北地区或经过东北运往前线的各种物资 560多万吨9600多个种类 后勤保障措施亦有很多创新 彭总在研究第五次战役时说 如果一两天没饭吃 再好的作战计划都完了 仗打胜了 全体只占人的功劳算一半 后勤算一半 在1951年10月 前线制司在驻地渔舱开的一次党委会上 彭总胸前佩戴了一枚硕大的勋章 闪闪发光 十分引人注目 那是不久前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 为表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援助朝鲜人民 反抗美国侵略 与保卫远东 及世界和平事业中建立的伟大功勋 特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前夕 在平壤授予彭总的最高一级国旗勋章 彭总传达中央毛泽东等领导讲话后笑着说 抗美援朝已经一年了 一年来 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但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把敌人赶回三八线 迫使他们同我们举行谈判 朝鲜人民感谢我们 给我们授勋 我彭德怀去接受这个勋章 是作为志愿军的代表去接受的 异卫深长地说这勋章受给我不合适 如果真的要论功行赏的话 给勋章的第一个应该是高麻子 高岗 第二个是红麻子 红学志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两个同志都是为我们志愿军搞后勤的 他们的工作是最艰苦的 他们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 没有他们的大量的艰苦的后方保障工作 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 会完后 彭总从朝鲜动身回北京路过沈阳 高岗和李立群去招待所看望彭总时说 老高在抗美兽朝中是有功之臣 没有你和红学志 我在前方打不了胜利 1953年7月 朝鲜最高人民议会常任委员会 在平壤举行隆重的授勋典礼 彭德怀等志愿军领导参加 金日成等朝鲜领导出席会议 会上 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和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 金星勋章 彭德怀 高岗等接受了朝鲜最高荣誉奖 彭德怀是1953年8月中旬 从朝鲜签订停战协议后回到北京 高岗前往彭的住处去看望并交谈停战协议签订的情况 彭德怀说 朝鲜战争的胜利 高岗同志功不可没 在研究第五次战役时 我在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说过这样一句话 这是一场恶战 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伤亡 也要消灭敌人几个师 这次战役打胜了 全体只战员的功劳一半 后勤功劳一半 他又说 第五次战役是这样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这样 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你 我代表志愿军全体官兵向你致谢 并报首相高岗三作一 高岗连连摆手说 不敢当 不敢当 还是你彭大将军力刀横马 指挥得好 据张秀山等老同志回忆 在朝战中彭高配和默契 樊彭总提出的是 高岗鼎力相助 他的干练 果断和组织能力 深受彭总的欣赏 张明远说 抗美援朝中 正是东北恢复经济和建设时期 高岗和我们 一边抓之前 一边抓经济 都到过朝鲜几次 毛泽东主席 在1953年9月12日的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24次会议上讲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 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朝鲜战争中 敌人伤亡了109万人 其中 美军39万人 击落机伤敌机 1万2干多架 击沉机伤敌军各种舰艇 257艘 击毁机伤和缴获敌军坦克 3000多辆 击毁机伤和缴获敌军各种炮 7000余门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 是有重要意义的 第一 和朝鲜人民 一块打回三八线 守住三八线 第二 取得了军事经验 第三 提高了全国人民政治觉悟 第四 推迟了帝国主义侵华战争 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彭德怀在会上做抗美援朝总结报告 讲到后勤时说 有毛主席 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还有两个麻子 即洪学志 高岗 的功劳 1953年12月 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 突出强调 现代战争中 后勤工作的作用 他说 高岗有能力 有魄力 既有战争经验 也懂战争知识 特别是后勤方面 后勤有充分的物资 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组织和工作 以保证第一线的充分供应 是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 现代战争的后勤组织和工作 不仅是单纯组织物资和伤病员的运输和分配 而且要与敌人的空头 轰炸 做严重的斗争 要指挥防空兵 铁道兵 工兵和步兵的活动和作战 如果没有精干的 通晓战争知识 科学知识和战争经验的干部 是不能担任和完成这种严重指挥任务和补给任务的 他说 抗美援朝的功绩是一百 其中六十是高档的 周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 在54年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时说 现代战争对后勤的要求大大提高了 这是由于现代战争的复杂性 破坏性 流动性都大大增加 物资消耗惊人 美国用于朝鲜战场的军用物资是7300万吨 我们志愿军的粮食储备达24.8万吨 但要储备达12.2万吨 这些物资的筹措 保管 运输 都是很关键的问题 彭总说 抗美援朝的胜利 60%至70%的功劳 应归于后勤 是很有道理的 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人民也付出了重大牺牲 伤亡达36万余人 其中牺牲18万多人 有一部分是冻死饿死的 全国人民特别东北 在人力 物力和财力上 进行全力支援 付出了更巨大的代价 据有关资料说 东北地区在抗美援朝期间 有近40多万人参军 各单位抽司机和专业人员万余人 近400多万人参加战情 东北地区率先发起捐献活动 捐献6000多亿 可够400多架战机 仅沈阳市捐献960亿 购买61架飞机 带动全国捐款 买飞机2398架 大炮254门 还有一批坦克等 为抗美援朝做出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是中朝两国人民军队 以劣势装备战胜具有现代化技术装备的世界头号强国 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军的伟大胜利 他为现代化战争条件下 弱国战胜强国 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更重要的是 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粉碎了海空威慑的恐吓 打出了中朝两国的军威 国威 在这场战争中 美国除了他自己的军队参加战争外 还以联合国名义 纠集各会援国军队 对我施加压力 气势汹汹 不可一世 他动用了自己陆军三分之一 空军的五分之一 海军的半数 经费二百亿美元 消耗七千三百万吨作战物资 据美方承认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失败 是一次流血最多 代价最高的战争 美军伤亡超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数字一倍多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社论说 美国在这次战争中 除去获得这次试验所能提供的教训外 什么也没有赢得 美国前国防部长共认神话已经破灭了 美国原来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强国 1953年11月12日 金日成率领朝鲜政府代表团前来访问中国 就和平统一 志愿军回国和朝鲜重建家园等问题 和毛泽东商量 周恩来 高岗参加会谈 毛泽东说 救人就到底 帮人帮到家 之后 周 高同金日成 进行具体会谈 11月23日 缔结了 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 毛泽东 金日成 和周恩来 高岗 出席签字仪式 人民日报 人民话报 最后一次刊登高岗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 会谈公报宣布 中国决定 50年6月25日到53年12月31日 这一时期 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 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 中国政府决定 再拨人民币8万亿 和新币8亿元 54年至57年 无偿地赠给朝鲜政府 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 和改善人民生活之费用 中国政府还派出技术人员 多数是东北 协助朝鲜修建恢复铁路 机车 客车 货车 并接受朝鲜技术人员 留学生 前来中国学习 通广场 逮据 男子 乱 女子 右 пош 我